说到西班牙,你可能会联想到斗牛,奔牛节,又或者是欢乐搞笑的番茄狂欢节 然而昨天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市中心,却忽然出现了2000只的绵羊,塞满了整个街道 就连路上的车辆和行人都只能够靠边站 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让西班牙人除了奔牛以外,还要在城里放羊呢? 我们一起去看看 一只绵羊,两只绵羊,数不清的绵羊 那原来这是西班牙一年一度的牧羊节 每年的这个时候啊,牧羊人都会赶着数以千计的羊群 穿过马德里市中心大街,重现几个世纪前放牧羊群迁徙的场景 小绵羊们身上的铃铛沿途发出响亮的声音 让路过的游客都忍不住停下脚步拍照 甚至还有游客是为了这群绵羊而来的呢 我似乎我看到西班牙的传绵的传绵 现在我希望有羊 我朋友刚才告诉我,我感到很高兴看到牧羊 我感到很高兴 据说每一千只绵羊路过市中心 牧羊人都必须象征性地缴付过路费 除此之外,搬随着牧民和羊曲门的 还有游牧地区特有的音乐和舞蹈 给当地民众和游客带来不少惊喜 很好 制作人和民众平权